这个健身器材会自己运动 周围没有人 也没有一丝疯 他却持续摆动了30分钟 仿佛有人在上面锻炼一样 旁边还经常出现一只黑猫 黑猫死死的盯着健身器材 器材一动 黑猫就叫 看起来非常圣人 诡异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清晨 虽然漫步机已经停止了摆动 但手臂健身器又开始自己转圈 周围依旧没人 也没疯 工作人员壮着胆子来到旁边 突然就感到一阵寒意袭来 健身器依然我行我素 运动起来 一切都很正常 等他下来后 器材竟然持续摆动了一小时 难道一切都是因为惯性的原因 之前的小姐姐半信半疑的战畅气材 运动起来真的好丝滑 节目主又把手臂健身器做了个对比 用相同力气转动健身器 这个问题器材比其他的 整整多断了半个小时 这时公园的管理员大爷来了 说这有什么大队小怪的 这是前几天新安装的 涂抹了过量的润滑油 所以比较丝滑 只要轻轻一晃 就可以持续摆动很久 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现象 健身器材很可能 就是这只黑猫晃动的 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然而下面这家发生的事 就多少有点诡异了 他在墙上 不能挂任何小孩的照片 只要一挂上 就会被墙壁镇掉 就好像里面有人在敲墙 每过五分钟 墙里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小孩每天都会被吓哭 最近还变得越来越离谱 不仅墙会响 地板也开始震动 尤其到了晚上 声音更夸张 弄得一家人都无法睡觉 甚至到了只有吃药 才能睡觉的地步 主人说 已经有三年没能好好睡觉了 他们把家里能发出声音的设备都拆了 声音依然没有停止 奇怪的是 邻居家却从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邻居怀疑会不会墙里藏了什么东西 因为实在找不到原因 他们不得不往那方面想 公路人员趴在墙上等待声音出现 声音远比想象的大 节目组猜测 会不会是建筑工具的声音 但他家附近并没有施工现场 锅炉和水箱也检查过 没有任何问题 就在这时 留下了水表管道有问题 一旦过水 水管就会震动 专家关闭着水管 果然 声音都没再出现 接着再次打开水管 声音再次出现 专家解释说 声音就是水牙造成的 水牙冲击使得管道震动 然后又引起了墙壁震动 进而产生了声音 随后改装了管道 一切恢复的正常 好了 我是月被关注我 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